一男一女有說有笑的走進電梯 女生大包小包 像剛買完東西回到家 看起來稀鬆平常 沒想到在四小時前 女方從台中搭了霸王車 北上林口找男友 下車時沒付完錢就跑掉了 而當時司機還是金鐘主持人 Lulu的爸爸 三千六百元的車資 女乘客只付了三百元 明明答應Lulu爸五分鐘會下來 根本是騙人的 Lulu也在臉書上發文譴責 打霸王車行為 事發就在十五號早上 計程車是陳姓女子男友幫忙叫的 警方事後找到人 兩人聲稱因為當下沒錢 乾脆僥倖幸不理他 事後也被一詐欺罪送辦 只是鄰居透露早就不是第一次發生 下車警方獲報很快的 就把這名霸王女乘客逮捕歸案 大家都是賺辛苦錢 沒錢搭車就不要騙司機 這下小兩口都被抓進警局 也希望能學到教訓